真的沒有辦法跟她過 她說要跟前女友去工作那種 蛤 是不是生氣 你誰要跟誰去工作 我會想說有什麼好 就是已經分手 還有什麼好一直工作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真的太生氣 我就自己亂訂了一張機票 結果他們那邊的聖誕節 也很好玩耶 結果大家都穿得很少 然後還有沙灘活物 妳就在那邊活物 也是滿熱辣辣的 那是你嗎 對 那是我們這個 在幫妳辦事耶 對啊 妳這樣有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的啊 大家都一直在跟妳一起慶祝耶 很開心啊 然後有一年我們就是 去KTV過節 我們就想說 好 等一下就化年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 我們先來唱歌暖場一下 我們就等著要倒數 結果我就站上那個 我一嗨我就站上那個桌子上 然後開始蔡依林的時候 然後我就不小心踩空 結果我就滑出去的時候 踢到一個杯子 那時候還是玻璃杯 然後杯子飛出去 然後那個玻璃潭回來 就是射到我朋友 我朋友的手上 因為我朋友想要扶我 所以他一要扶我 他就被刮一大早 今晚開戰吧 小禎 今天我那些職業的門 就叫我說 參加什麼聖誕節交換禮物啪了 那我真的想不出來 要送什麼禮物 對啊 妳可不可以幫我想一下 有什麼比較有創意 比較有趣的一些禮物 這問我就對了啦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就是超有創意的 他就是準備了一整套柯南的漫畫 給大家來抽獎 你要知道一整套有100多本 超重的 然後他還翻到現場 剛好抽到的也是一個漫畫名 所以就兩... 大家都開心對不對 就準備人 然後抽到很開心這樣 就殊不知 真正貼心的魔鬼藏在細節裡 他打開漫畫之後發現 真正貼心的地方 就是在每一本的開場 他都圈起來說 兇手是他 那... 那他還笑得出來嗎 誰說要你笑的 那哭喔 對啊 觀眾朋友過節就是惡夢的開始 還是在朋友快樂 也是獨特的一天啊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各種節日 都能樂在其中的享受代表 好 好 好 我看清明節你們要多水 太誇張 太誇張 很多東西可以吃 中央節比較好 中元節 對啊 再聚在一起 我這邊就是每到節日 絕對都是那種 災難 崩潰代表 對 太誇張了 其實基本上活動最多的 其實大家聖誕節一定就會過 尤其現在年輕人 一定都會交換禮物 對 我現在才... 我就... 就前幾年才開始玩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些交換禮物 我以前沒有... 我老... 沒有人約你喔 大學的時候 好可憐喔 不好意思 好可憐喔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可憐 對啊 我們那個年代哪有什麼... 什麼交換禮物 沒有 怕你交換禮物 你拿出來的禮物會不會太貴 我們就不知道要怎麼交換 對 對 有負擔 我不會啦 所以隨隨便便 你就可能會拿出20萬現金 跟我們交換 我要跟你交換 好想交換 好想交換 那我來去跟瓜哥交換 不過我跟你講 跟他交換他會拿一些什麼... 農產品的草莓酒啦 什麼的跟你換這樣 對 不過很多網友就會覺得說 聖誕節大家聚在一起啊 過節啊 吃美食啊 開始很開心 但實際上就麻煩事還滿多的 對啊 所以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光想到馬上要來的聖誕節 覺得可怕到要吃手手嗎 請舉牌 對 我覺得有一點 因為你知道 現在大家交換禮物 都一定會交換 像我們今年就會交換 一個好的一個爛的 那爛的就不用講 爛的一定就是比創意嘛 可是好的 還行啊 講真的好的 他每天都規定個兩千塊 我說兩千塊怎麼賣啊 對啦 再快的 我有一次就是大概就是 去一個朋友家 然後他就是設定就要兩千左右 大家也準備好了 然後到了以後 那因為是一個很知名的 藝人的家裡 那也有人就帶著他女兒 一起去這樣 然後他女兒也準備了禮物 然後當然他是想給那一位抽到 是最好 主人抽到 主人抽到 結果沒想到是我抽到 他臉好臭喔 結果是什麼東西啊 不能用是不是 沒有 可以 他弄了一個那個時間表 時間然後就翻下來 然後跑了一分鐘他就翻下來 這樣很漂亮 那後來會掉了 來 我曾經準備過一個 很爛的聖誕禮物 多爛 就是AirPods AirPods很好啊 對啊 那我就準備AirPods 然後天天不知道忘記是誰抽到 一個型男抽到的 然後他打開 他說AirPods好開心喔 可是為什麼你的AirPods 沒有那個透明膜 我說你把它打開看 打開看就是一張照片 然後我就現場拿出了連蓬頭 放大的AirPods啊 白色的連蓬頭長得不是很像AirPods 對啊 那就是我準備的爛禮物 好爛 連蓬頭 很生氣 但是那個連蓬頭還是可以用 連蓬頭可以用啊 連蓬頭剛剛常換啦 對啊 好啦 今天也有那個爛禮物的交換大會 今天的玩法是這個倪安東來提供的 是一個抽禮物的遊戲 抽禮物遊戲規則 每人抽取數字牌 按順序拿禮物 輪到自己 可以選擇要偷已拆開的禮物 或要拿新禮物 被偷走禮物者 可以再拆下一個 最後一位 若拿到自己的禮物 有權跟其他任何人偷禮物一次喔 好啦 那我們就來玩看看了 好不好 這個 又雲也有加入 有的 好 來 那妳要給我們抽 你看她那個笑容 就知道禮物有多爛 對 妳有點好誰的樣子 誰耶 又雲妳的到底可不可以 沈默這樣 有可能 1號 所以我可以先選對不對 對啊 對 可以先選 我看一下喔 應該就是這一個吧 9 這一個看起來是不是很輕啊 這錯 很輕耶 我以為是9 我以為是9 然後拿起來之後就好輕 爛毛巾之類的 對 怎麼妳看她第一個禮物 就把牌子丟掉 你想要是不是 不是 我後來想到我7號 我是最後一個抽 對啊 但你沒差 你可以偷別人 我可以偷別人的 金姐 這誰送的 強力吸塵器 沒講嗎 這誰送的 吸塵器 好啦 是我 不是吸塵器 它就是 吞劍牌 鍵盤灰塵那個 這個不錯 很棒耶 很棒嗎 你要不要給你毛 要給你毛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再看看 可以搶喔 大家來搶喔 那你選這個是為什麼 我剛剛以為是9 我剛剛以為是9 就是要騙你這種人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禮物是有故事的 因為有一年呢 我們劇組的大家一起要 就是參加那個 召喚禮物 有故事有一年 那你到底是放幾年了 有到現在 那個被抽走 這是新去買的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都是劇組的人 應該就是很懂得送吧 因為都同樣行業啊 應該會送到就是 我們用得到的 喜歡的 結果呢那一年 我就抽到了這個 噴空氣槍 然後我就想說 這要幹嘛 然後送我的是一個攝影師 就是他們會拿來噴鏡頭 噴乾淨這個 可是我收到這個 我就覺得很爛 因為我等於抽到了空氣 對 它氣不能吸 就只能拿來清 就噴噴用噴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啊 這罐栗子真的好悠久喔 它上面的手機 居然還是摺疊機 居然還是摺疊機 好久沒看到這個型號了 應該它可以拿來噴電視的營物 可以就可以了 腰痛 可以可以是衣衣衣子大 因為灰塵噴上去 它還是下來啊 也是 對啊 時代麻煩做一下表情管理喔 來 目前有很想偷嗎 有很想偷 阿錫看起來很想偷耶 我想再看看 我看看 對啊 過了之後就不能偷了嘛 對 過了之後就不能偷了 過了這不行 對啊 當然啊 你的號碼到了 你要選擇我要拿新的 還是我要偷現場的 對 那請問一下 那我就不能偷任何東西了對不對 你如果被偷了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要偷別人的 或者去拿新的 沒有人會想偷 所以現在已經偷了 所以我二號是我了嘛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個禮物啊 不是 不是 所以我那是最好的 對 剛剛有特別交在那個位置 有時候大的不一定會是好的 你知道嗎 這個箱子下面 沒有 那個不是 木箱老師 好像過壞了 好像過壞了 好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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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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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他們的表情 好慎重 好厲害 你們表情很多 好 我拿這個 等下那個 確定嗎 這個等下那個 還是選大的 很重嗎 這麼重 瓜哥 有這麼重 很明顯 真的很重 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你們的表情 然後如果很爛妳 來 弄 不是 不是 但這個重是有點軟軟 我想看多重 有點軟軟的重 軟軟 很重 滿重的 那我來猜 西瓜 空空的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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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中 沒中西 有點像那種 洗結晶的那種 有 洗結晶也還OK 現在講我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對不對 我們都不想說 我們就不知道 籃球 不是 綁籃球 我會彈 等一下 那個差量也 我看了 妳看到了 他不想打開 很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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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看一下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誰 妳看 她幫她想完了 妳很開心 不是 這是妳 一定是妳 這個禮物 真的是有故事的 這要有 這要有什麼故事 妳看 小燕姐 我跟妳講 那裡面裝著的 都是我的 淚水跟汗水 是誰 妳 人心了 陽光 汗水 兄弟群對不對 真的是 就是有一年 就是也是我 那個大學快畢業那一年 就是跟學弟妹一起做交換禮物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她就是一樣像這樣子 復刻了一模一樣的包裝 包得精緻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就抽到桌上 什麼東西 她就說 學姐 妳每天都會用到 而且這個東西 非常珍貴 很重要 妳缺它不可 結果回家打開是一桶水 重點是這桶水很麻煩 你知道嗎 因為呢 她也沒有那種轉的水龍頭 然後呢 就還要這樣倒 然後呢 然後我就 然後她就馬上拿回水 就是希望讓小燕姐就是 多喝水 沒事 沒事 多喝水 渐渐渐渐 我希望妳抓到年底了 來吧 要脫嗎 我可以讓妳跳幾頭禮物嗎 沒有 我要等最後 我慢慢看 下一個佩傑 大家看喔 這個禮物像是美礦玉下 真的 那妳知道 對 我覺得一爛還有一爛爛耶你們 真的啊 爛還有一爛爛 我決定要挑一個 不行 那妳拿了就要拿了 對啊 就是拿了就要拿了 拿了就拿了 這個有在 反正都一樣爛的 不要緊張 對啊 反正都一樣爛的 超棒的耶 這個有 這個有保冷袋 保冷袋 還有豆子 還是英文報紙 國際耶 英文報紙 妳學意很大喔 難怪這是妳對不對 我這個 妳在那邊很大 什麼很大 這什麼 三色豆 不是有故事 這每個都還在故事 對 這禮物是有故事的 我曾經也有一個 非常好的朋友 我們在做交換禮物的時候 他送了一個 非常經典的港式蘿蔔糕 但是這麼大 然後他就在我們第一攤 送了這個禮物 然後到第二攤的時候 他已經整個都要融化 妳在流汗 所以我今天 還特地幫妳準備 妳看得非常均衡喔 他除了三色豆 還有外加一色火腿喔 有四色喔 四色喔 對 有四色喔 然後我還幫妳放了一個報紙有沒有 而且是昨天的報紙 妳知道昨天的報紙有什麼嗎 就是歷史 歷史是非常好的禮物 哪裡 你好會解釋喔 但我又不煮菜 我只能給我麥 那可以直接吃啊 沒有啦 加熱啦 妳也沒 沒有 至少用得到 有人要偷嗎 歡迎 這不錯 至少還可以吃 第四位是誰 第四位是誰 我覺得大的禮物不見得好 所以挑小的 妳也知道 妳也知道 覺得有箱子好像不是很妙 可能箱子比禮物貴喔 對 有可能 這麼開心 對不對 為什麼 這個就是 你忘了嗎 紙憨的嗎 不是啦 這就是上次的那個 Apple來節目 上節目有沒有 夾鼻子 然後他說夾鼻子 夾鼻樑那個什麼 對啊 鞭子 你看 一代 二代 三代 我們各種都幫妳買回來囉 還要夾不住耶 你鼻子去哪兒 對啊 這是上次Apple來 你記得嗎 我記得 我記得 那一集就是專門介紹爛東西啊 對啊 有人要偷嗎 大家都學壞 我只能偷 換我了對不對 對 五號 五號選手 我可以 我要選要偷還是要拿 對不對 對啊 就說了沒偷遇一下 現在有什麼要拿 對 現在要偷 至少可以拿回去 可是很重耶 我在外面你選機可以裝 我先選一個好了 好的 重嗎 拿了就要拿囉 看 感覺是一個什麼 爛娃娃的那種重量 但是 娃娃或衣服好像都還可以 搞不好 只是個襪子而已 Rudy 包到 還有袋子 這個袋子 不錯耶 完蛋了 完蛋了 很用心在包裝 越用心的 越有鬼 完蛋了 完蛋了 什麼 不是嗎 不是 你 拿回去給無尊嗎 誰 對啊 對啊 戴一下啦 剛好跟妳的衣服是搭的 對啊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想要買 買過馬的跟驢的 那 跟妳的衣服好嗎 好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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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送的 然後妳要拿著袋子有配喔 對 對啊 小心喔 有樓梯喔 小心 漂亮 我覺得妳很漂亮嗎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很漂亮 還不錯其實 我有用在MV裡面 一樣是一個交換禮物的一個情況 得到的 對 然後 就滿驚訝 所以那MV 後來我就想說 我就有一個MV 我後來就 大家都戴著頭套跳舞 我有兩個舞者 然後但是有幾個舞者 是隔天的不能來 但是我們還要再拍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每一個人就戴頭套 就戴頭套 就戴頭套 所以請問是別人戴過的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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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用那個空氣那一瓶噴一下 對 用這個拚一下吧 拚一下吧 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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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物不錯 我覺得滿可愛的 這禮物還不錯 妳身體很好 妳身體很好 對啊 像都會讓大家引起很開心的感覺 是嗎 這禮物 應該是目前現在最好的 對啊 這有創意的 對啊 對啊 而且今天跟你衣服有夠搭的 有夠搭的 對 對 我想穿一個領聖誕噴 我也是穿一個綠色 對不對 你聖誕節可以戴這個 真的 沒關係 安東 我期待會不會禮物 反正你不戴另外一個 我也幫你戴 兩個 我想 那牛哥呢 你要偷嗎 你要偷嗎 那個噴的好像還可以用 這個是真的很不錯對不對 我看一下 這個是真的很不錯 真的我強力推薦 SWITCH的搖桿有沒有 對 常會飄移 用這個 我覺得你要偷 對 我本來真的想要偷 我還是他一個 對 會不會覺得我的禮物會 我不是想要偷他的 因為我想要絕對 每況愈下 真的每況愈下 對啊 這個真的很棒 這很棒 切笛機 什麼什麼 沒有 貼菜用啦 真的是切菜用 切菜機 這個也是我們節目介紹的 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你知道它這個很大台對不對 然後看起來這個很多功能 然後它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 有沒有 刀片 對 這樣子 是抓厲害的地方 就是完全是夾出品 對啊 刀片要放哪 刀片要放這個 也沒有說明書耶 沒有啊 它就切不了 要什麼說明書 我剛剛滿驚艷的 我想說切菜機 不錯 回家讓我老婆可以輕鬆一點 對啊 你又說這種就算了 什麼都切不了 什麼都切不了 不是我說的啊 那一次你也在現場 我也在現場 對啊 對 好像什麼都切不了 對啊 這樣好了 你要偷 我偷它的好了 你要偷它的 我至少還可以回去亂攀 噴東西 但是應該不能偷吧 因為生下來就是我的 你可以偷別人的 你不能偷我的 青蛙口 你是變高嗎 要水嗎 那是 你是不是很想 那你要幫他拿青蛙回去 跟大嫂 對啊 你不是說的話可以 青蛙 當情緒 三十幾年需要一點改變 還有臭 大嫂 到你眼睛 到你眼睛 真的嗎 對... 對不起 無尊 對不起 無尊 對不起 來 來 所以這個是你準備的啊 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 應該比現場的都好吧 是嗎 真的 我很用心很認真 我不相信耶 你確定 一拿出來大家都會想要 是嗎 真的... 我可以讓你偷沒關係 你要不要交換... 你要不要交換... 你要不要交換 算了 不要 你願意拿一個水 你願意拿一瓶水 那水症要拿過去給你啊 你願意拿一瓶水 是誰都要跟你換 沒有 絕對架子比水高啦 這樣啦 如果我打開你喜歡的話 水跟這個你都拿回去 漂亮喔 我會不會拿了兩個爛禮物 當然啊 有可能 你會覺得是什麼 感覺一塊布的感覺 就是一個什麼 圍巾 也不到圍巾 圍巾算很實用了啦 抹布 抹布很實用嗎 對 抹布很實用 抹布很實用嗎 來 謎題揭曉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滿可愛的 滿可愛的 對啊 要掛在 那個馬力兄弟的那個 小掛包 馬力歐的那個 那個花 對不對 很喜歡對不對 拿回去 但你可以猜得出來是幹嘛的嗎 幹嘛的 這個是隔熱手套 不是 不是啦 你拿什麼東西的 不是 那是什麼 日本人 他們 這是在日本買的 他們拿來放那個 折疊傘的 蛤 可以 這裡下圓 有沒有出門的 可以吸水 出門放折疊傘 不錯耶 真的很不錯 你可以放不下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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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真的很不錯 那你會用嗎 這是目前最會 我沒什麼可以送你 這水比較大的 太大了 不好意思 真的很可愛 親很多位 真的 好啦 其實節日這樣過也蠻有趣的 因為大家都準備爛丁 我覺得這種真的很好玩耶 不管是跟朋友在一起 或跟家人 對啊 大家就準備一點點這樣子玩 我覺得很好耶 好啦 除了爛丁物之外 每到過年 過節 都還有很多其他的這種 什麼所謂性質殺手 就是要破壞好心情的一種 過節心情 有一些人會這樣子 對啊 以為好玩 結果是完全破壞性質 對啊 水我平常喝不夠嗎 頭套我自己沒有嗎 好 不知道網友 有沒有在過節的時候 有遇到哪一些那種 破壞性質的一些事情 我們問一下又雲 情報戰大調查 今天由特派員又雲出擊 透過LOWIE AI大數據 搜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您掌握最新趨勢 馬上來看一下 沒事多喝水六千公... 六千毫了 三天就喝完了 你自己帶回去 抱著腳 還在吐嚇他 我們說先不要在乎 這個水怎麼回事 先來看一下我們LOWIE AI 大數據關鍵引擎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呢 是網友認為的性質殺手 好 馬上就先來公布排行榜上的 第一名就是剛剛大家 其實最有感的交換禮物 因為滿懷期待 拆開點的禮物 結果裡面居然是廢禮物 超沒用 這網路聲量有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七 那第五名就是 所有的景點都集滿滿滿的人潮 想要拍照留念 沒有一張可以看的 好 這網路聲量有五千七百一十三 另外第二名是想找間餐廳 好好的享受儀式感 結果到哪都一樣要排隊 然後這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的網路聲量 網友就分享就是說 有一年過節 他特地約了自己的好朋友 一群人想說要到國外去享受聖誕節的氣氛 沒有想到在國外的地方 餐廳更是難訂 而且到處都是人 害得他們敢太 乾脆就在台灣好好找個喜歡的餐廳過節算了 好啦 一到各個節日 到處都是人擠人 想要有個好位子都得大排長龍 有時候還甚至排不到 是不是也是所有想過節的人的噩夢呢 怎麼可能 你過節前一定要先訂的 怎麼可以先計畫 對啊 因為節日本來狀況本來就很多 你一定會塞車 人擠人 就一定的 那Stanley就是沒有做功課 所以最後你在哪裡吃飯 我跟你講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怕這些什麼太難訂 人太多 然後我就是剛出社會了幾年 然後那時候還年輕 然後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想要耍帥 然後就賺了一點錢 然後就跟女朋友說 周 今年跨年我帶你去日本 聽到日本跨年就會很開心 日本跨年超無聊 對 對 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 日本跨年就是我們的除夕夜 日本跨年就是日本過 就是我們的除夕夜 所以它沒有電開的 他們就是我們的過年 對 所以它是我們的除夕夜 所以我們到雜謊 然後下飛機 然後Check in好之後 然後剛好要晚餐時間了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在日本也不用訂 餐廳那麼多 然後吃飯 隨便吃個居酒屋燒肉 就會很開心了 路上好冷清 沒有吃飯 路上就像台灣的農曆年程序一樣 就好像台北空城一樣 沒有煙炮煙火 對 都沒有 都沒有 沒有煙炮煙火 然後路上完全沒什麼車這樣 對 而且就是本來想說還有雪景 然後可以下一點點的雪這樣 然後路上超冷的 然後我們兩個就很冷 然後一直變早餐廳 一直變早餐廳 真的早了十家 大概只剩那種連鎖店有開 但也可能都滿了 因為餐廳不多 我們最後是在 我們的跨年的晚餐 是在吃松屋的牛丼 對 對 那時候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分手了吧 可是跨年那一天 也沒有任何的活動嗎 跨年 日本跨年其實不會有什麼活動 除非是那種夜店那種 或許還有 但是大部分的活動 就是跟我們除夕夜有沒有 然後一過十二點就會去拜拜 所以大家都會去拜拜 一樣都會去拜拜 然後敲鐘拜拜這樣 所以是沒有什麼倒數什麼 很少幾乎很少 我們一起去拜拜 一起去拜拜 後來就拜拜 真的 而且我們就是 回來有真的拜拜嗎 真的 再過個兩三個月差不多 就拜拜 因為他剛好過了最好玩 那段時間 聖誕節很有氣氛 對 但過了之後就美 那時候不知道 我們是倒數的時候 是在便宜當年去買 奶啤酒什麼的 然後是買小菜 然後看著電視 然後就三二一這樣 回半年 對 回半年三二一 好寂寞 不然不知道他去哪裡 我覺得你是沒做功課 那時候 不知道 我跟你講你現在也不知道吧 但我現在知道 我沒跟你講你現在知道 對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有一任男友 也是就是跟史丹尼哥這樣 就是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 但我們會覺得說 節日這件事情 一定要訂餐廳 是很合理的 那我也提早一個月 跟他講好說 我準備禮物喔 然後你選餐廳 然後就說好 然後到當天 聖誕節當天 然後我們就走到一個 很漂亮的餐廳 然後我還想說 哇 還挺會找的 應該不錯 結果我們就到櫃檯的時候 那個櫃檯的人 就先問我們說 請問那個定位大名 結果那個男朋友就說 沒有定位啊 然後我跟那個服務生長 會說你沒有定位 太驚訝了 那個服務生同時 對 也講這句話 我說 你沒有定位 今天聖誕節呢 然後他就 對服務生嗆耶 真的 然後他就說 對啊 沒位子嗎 兩位這樣 然後我說 怎麼可能會有位子啊 然後那個服務生就說 我們現在裡面 都是都滿的喔 沒辦法 然後就 聖誕節那種兩個人的最多 對 不可能有位子 然後我們就被趕到門口 趕到門口之後 我就非常的驚訝 我說 也生氣 對 講得客氣一點而已 他修飾 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會蠢到這個地步 你覺得聖誕節 不用定餐廳會給你位子 我說第一 就是 節日一定是要提前預定 我說第二 然後他就 他就也很無奈 他就想說 反正我想說這條路餐廳那麼多 隨便走走 總有兩個人的位子吧 對 我說今天是聖誕節 再次強調給他聽 然後他就說 好啦好啦 那不然就是 因為他本身也是餐廳的那個店長 他說不然就回店裡 叫廚房弄一弄給你吃 我就說什麼 這個是過節的 這個氣氛整個被搞糟 然後後來呢 我就跟著他 走了大概兩間店 然後也再看一下 碰碰運氣 看有沒有位子這樣 然後後來就沒有 我就說 你今天不要想要拿到禮物了 我也不會跟你回店裡了 然後他就去上班 然後我就 就走了 就回家了這樣 所以那一天我們也沒有過到節日 不會有人不知道可以定位啊 還是他本身就是 就是餐廳的那種店經理 所以他覺得可能厲害 而且他自己叫做店長不是嗎 那你還知道 他自己叫做店長 所以他才要有這個限制啊 但沒有啊 而且他叫我回店裡吃的時候 我想說 每天就是要等他下班 就已經常去店裡了 聖誕節我還是要做一樣的事 吃一樣的東西 爛透了 爛透了 那你說如果不去餐廳也沒關係 如果說在家裡有一個這個氣氛 然後大家買東西回來 或是做個菜也可以 製造這個氛圍 可是我有一些身邊 你會不會有一些人 就會一直在阻止你製造氛圍 就是沒有儀式感 沒有儀式感 我媽 我媽啊 對 因為就是我自己都會覺得 好像要超前部署 自己做一些小計畫 譬如說家裡有一些小擺設啊 然後甚至買一些什麼 口套啊 那是大家 氛圍啊 聖誕帽 聖誕帽 對這種開心的氛圍 然後我之前就 我還特地帶我媽去逛 說要不要買一個什麼 回家擺設一下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個聖誕樹 其實真的很低就這樣子 到我的腰而已 我媽就說 你要買 你就先買房子 你買房子 你就可以買這棵聖誕樹 好 什麼 腰力也太大了吧 好 都不要買 我最後買什麼 我今天我帶那個照片來 我買那個 就是在甘馬店買的 有沒有 這個 我知道 那個放在那個小時候 會解決的 加水會長出那個 雪花 雪花那種 這小時候很夯耶 這超溫暖的 那也滿寂寞的 這小小的這樣子 好可愛 這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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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概過三天之後 全部雪花長出來 我媽就說 是誰把這個笨手放在這邊 然後她就拿來丟掉 看起來發霉這樣 還不是你害的 就是她害的 所以我後來就自己想盡了辦法 我就後來做了一個二滴的 貼子 你看這個 它其實就是平常 像我們那種 還有彩帶舞的那種 你把它弄在牆上 對… 我就這樣子把它黏在牆上 然後外甥可以真的加串燈的 然後再接一些LED燈 對 然後那個是我外甥自己畫的 我們就一起在手錄 然後貼上去 這樣也不佔空間 而且我跟你說 當初說那個 不要裝這些東西的媽媽 她後來就站在這個樹前面 擺拍… 約朋友來家裡擺拍 這裡也滿漂亮 好可愛 住美景點 而且也比較省錢 你說他給他這裡 也好收 所以主要是不佔空間 對 但過年過節 就是要吃垃圾食物 對不對 對 說到這個 我個人還有我個人過節的這個儀式 就是我必吃垃圾食物 尤其是過年 然後我有聽一個說法說 過年的時候 不要吃一些什麼素食 或者是泡麵 會感覺很窮酸這樣子 可是你看平常 我們都已經這麼節制了 那個時候還會有一些 特別的限定版 然後在那個時候吃 不是就覺得靠場自己 非常的特別嗎 你知道有一家 某那個M型的素食店 它都會出那個黃金薯來寶 每年必吃 只要有一年沒吃到 我就覺得我沒過年 那是什麼薯條嗎 不是 它就是裡面會有一塊薯餅 然後會有黑胡椒醬 然後後來它也開發了 除了牛肉 有雞肉還有豬肉的 薯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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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很好吃耶 我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耶 開玩笑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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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夜半就那一個 完蛋了 對 完蛋了 OK 所以其實你們 你們應該也很會過節吧 外國人都很有這種氣氛 一定很有趣 確實 有小孩之後 我特別就是想要給他一個經驗 是萬聖節 那種可以走在路上 然後敲門去拿到糖果 在台灣一開始 前面幾年都沒有太早到 後來我們有找天母 天母很多 很有這個氣氛 對 後來我們也 在那之前我們就想了一些 別的方法 我們有去玩那個雷射槍 Like laser tag 然後我們就先 裝扮我女兒喜歡畫 畫畫 所以就給她畫我的臉 然後就 對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就去玩雷射槍 然後冠青穿那個Wednesday的 然後滿嚇人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天母很有那個氣氛 真的耶 然後可以打扮 然後其他的朋友 小朋友也都在打扮 所以也不會覺得 你這黑的是你嗎 對 你造型好多喔 這是什麼裝扮啊 Frankenstein 那為什麼你老婆就沒辦法 她沒有那麼想讓她畫臉 但是我女兒想畫臉 我知道我可以 但是好爸爸 這很可愛 那你們家會裝扮聖誕樹嗎 有 也有 我們就想說 我們也喜歡黑色 好好喔 那是我們的貓 那你們家有貓 那怎麼裝那個聖誕樹 她就是滿chill 她覺得滿好的 對 她不會出貓 她沒有太攻擊那個樹 是因為黑色嗎 可能是因為黑色 所以你也有跟你女兒一起做 這是什麼薑餅屋嗎 對 薑餅屋 好可愛喔 那個我在Amazon訂回來的 所以我們就用麻將桌 然後就是鋪那個紙 那個紙 對 然後就在上面做了那個 一個村 一個村 村莊 村莊 是誰攻擊了我的村莊 那個村莊 對 好可愛喔 對 很好玩 而且還有你們家 不會穿那個Ugly sweatshirt嗎 一定會 一定會了吧 對 毛衣 你們聖誕節會穿醜毛衣嗎 因為我平常的毛衣都滿醜的 對啊 沒有 所以你平常有在超前部署穿醜毛衣 什麼一定要 這毛衣超可愛的 對 對啊 大家在家裡佈置一下 對 那現在還有兩名還沒公佈 滿幼雲的 好的 接下來看一下排行馬上的 第四名朋友出包 嗨的整個派對全會 所有人還得幫忙收拾餐局 這有18584的網路數量 有網友都分享 就是有一年的聖誕節 他們公司同事想說聚集在一起 大家一起來一個酒精路跑 結果沒有想到其中一個同事 不曉得是平常工作壓力太大了還是怎樣 中途突然間就脫隊 大家想說奇怪 可能他先回去還怎麼樣 結果快一個小時之後 接到警察隊的電話 原來他喝醉整個人倒在路中央 爬不起來 好 另外排行榜最後是第三名 朋友們各自都有約 找不到人陪自己玩 這個有20248的網路聲量 有個網友表示自己 真的是天選之人 怎麼說 因為他明明就不是母胎單身 可是好巧不巧 每一次在節日 或是特殊節慶的時候 他總是剛剛好 跟他自己的另一半分手 然後身邊的朋友 又通通都是有情侶有對象的人 所以每次過節 都只能一個人寂寞地過 好啦 這種突發狀況 一大堆的節日 是不是過起來也很乃業呢 過節 對 碰到很多這種突發狀況 對 真的 你們 剛剛他講的那什麼 酒派 酒精路跑 對 對你來講應該還好吧 應該還OK 年輕的時候會滿喜歡的 現在我不知道 可是現在酒精路跑很難辦 我之前也有跟朋友去那個 台南的酒吧一條街 酒精路跑 可是因為就後來人太多 你根本沒有再跑啊 跑不了 就是你去每一間店 你都要排隊 然後要等我到 很慢 現在不是玩酒 整個晚上很清醒 所以大家現在都不玩酒吧 只是玩便利商店 走來路上 看到便利商店 就直接進去 變多耶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比較快 真的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過節的人 所以我其實我常遇到 就是過節的時候 會有遇到很多 莫名其妙的狀況 就是我記得我跟第一年 跟GG在一起的時候 剛好遇到跨年 那時候 她剛好要主持跨年晚會 然後我妹妹剛好 要在1月1號結婚 然後她要嫁到南投 鹿谷吧 一個你算山上的地方 那個 那1月1號要結婚吧 然後我當然就是 前一天就要先去 因為等於1月1號 半中午了什麼的 然後我跟家人 然後去那個山上 山上的一個民宿 旁邊什麼都沒有 然後爸媽又可能 9點10點就睡覺了 所以在12月31號 晚上的時候 我想說 還是想說要有一點 跨年的感覺 然後我就自己走去外面 只有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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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連露燈 露燈什麼都很少 然後就自己看手錶 3 2 1 然後自己拿電線打 超棒 新年快 超美 對 自己拿電線 新年快就這樣 就這樣過了 不過你不覺得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就會覺得 所以我今年就沒有一個 想要出去的慾望 都會這樣 對 但是就是像我之前也有過 就是那種 跟朋友出去很開心 然後去 也是跨年 然後在那個酒吧喝酒 等著準備等個倒數 喝一喝喝一喝 結果突然發現旁邊的 什麼這樣 結果看到我朋友在跟他 在跟 喝醉在跟人家打架 然後還追上去之後 我們還追出去 而且更妙的是 跟他打架那個人 是他帶來的朋友 對 打自己朋友 對 但是兩個人喝醉 然後可能就是講 就是關於一口之類 然後可能就打起來 然後就把他們拉開之後 然後看到我 因為我朋友就是那個 看到他臉上有點流血受傷 我就搭了他上計程車 然後去醫院 然後就在計程車 計程車就在醫院的途中 我就聽到那個廣播 5 4 3 就這樣上 跨年齡的緣證 你有跟司機說新年齡 對 那司機擁抱 真的 接吻 接吻 沒有跨年孕 真的沒有跨年孕 後來就在醫院 然後陪他封枕什麼的 Sanley 你跟Gigi有在過節的習慣嗎 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 所以聖誕節那你們在幹嘛 聖誕節就在做平常 因為反正 每天都在喝酒 聖誕節在喝酒 天天都是聖誕節 你們會跟朋友去交他禮物還是什麼 當然也是會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就是有可能當天 可能沒有活動的話 就就在家裡這樣 就在家裡 一天就過了 也不會想出去吃飯 因為一定都是人 而且因為跨年 他生日是1月1號 所以是最麻煩的 對... 因為要我們最麻煩的 所以跨年的話 跨年的時候不太會過 還會過他生日 那不會大家12月31日 晚上相聚幫他 就剛好慶祝跨年跟生日這樣 一起啊 也會啦 但是就是我們通常習慣 尤其是我 像我的生日的話 我是一定會躲出國的 我不想要跟大家慶祝 我不想要大家 就是在那邊跟我生日快樂什麼 為什麼 你覺得自己尷尬 尷尬 射恐 尤其是大家在那邊 唱生日快樂歌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幹嘛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在那邊幹嘛 你真的害人 你真的害人 你巨蟹座的嗎 對 我懂也是有點尷尬 因為你生日快樂滿長的嘛 那你那前面就想說 對... 對... 對...很尷尬 而且還有那一種就是 每次生日要辦派對的時候啊 然後如果... 我最討厭就是我生日辦派對 因為大家都會來找你喝 你因為... 你瘦心你不喝嗎 你不喝什麼就喝 就... 我大概一個小時就掛了吧 然後大家在那邊玩得很開心 到我在那邊睡覺 我生日耶 我生日 對啊 好像也對耶 有道理有道理 大家玩得很開心啊 我生日我在那邊睡覺 對啊 我就覺得我到來生日幾乎都是 躲出國啊 不過你雷的是你朋友 對 坐在你旁邊雷的是他個人 還好我沒有這種朋友 我本人是一個非常應景的人 所以什麼節日我都想要就是 仔細用力的過 應景是脖子緊還是... 不是啦 應景喜歡過節的人 然後有一年我們就是去KTV過節 然後就跟一群朋友還約好說 大家都要裝扮喔 就是什麼紅紅綠綠藍藍 什麼顏色都要出現 然後我們到KTV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 好 等一下就化年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 我們先... 先來那個唱歌暖場一下 我們就等著要倒數 結果呢我就站上那個 我...我一嗨 我就站上那個桌子上 然後開始蔡依林的時候 然後我就不小心踩空 結果我就滑出去的時候 踢到一個杯子 那時候還是玻璃杯子 然後杯子飛出去 然後那個玻璃彈回來 就是射到我朋友 我朋友的手上 因為我朋友想要扶我 所以他一要扶我 他就被刮一大招 捲命終結戰 對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哇 他在噴血 我說怎麼辦 噴血 就是... 因為我還是很想要過節啊 可是... 我以為你可能要兩天啊 不是 我的綠色的衣服 他在噴血 可是我還是想過節 我想說不行他要去急診 因為那個看起來 是有一點要縫的 現在要縫的感覺 對 然後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就這樣在縫啊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耶什麼的 但是因為我是造勢者 我又不能先說 我想要回去過節 結果就陪他縫完 然後那個倒數... 那個跨年就在那個 那個急診室裡面過 渡過這樣子 你真的很雷 不小心的啦 不好的機遇 真的 對 那你過節有哀傷的事蹟 我也有那個很隆離過 就是以前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媽以前 就是家裡有門禁 她都不讓我去外面過節 所以那天聖誕節 她說不可以... 不可以去 所以就沒得過 我說你親手 毀掉我的聖誕節過 有幼稚園的時候 就是我媽 曾經告訴我一件事情 讓我非常的傷心 幼稚園喔 我才幼稚園而已 我就在學校 在那個幼稚園跟同學說 我要回去準備我的襪子啊 然後什麼要放禮物嘛 然後給聖誕老公放禮物 結果回家之後 就開始掛我的襪子 然後我媽就問我說 你要什麼禮物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要問我 她說 她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毀了一個小孩的聖誕節 真的 從我幼稚園開始 我就知道這世界上 沒有聖誕老公公 然後那一年 跟高中同學出去 她又不讓我出去過節 她又不讓我出去過節 所以我那一年就很生氣 然後聖誕節就起步步 我媽就想說 我在家裡面生氣 那個氣氛也不好 她說 走啦 帶你去士林夜市逛逛 對 結果 我們聖誕節 我就跟我阿姨 跟我表姐 然後我媽 我們四個人 去士林夜市逛街 然後我就覺得說 超不聖誕節的 對啊 而且士林夜市 隨時都可以來 然後我媽 其實她企圖 一直想安慰我 她後來想說 不然我們挑一部電影看好了 後來去看個電影 然後就回家了 這就是我史上覺得 最寂寞的聖誕節 跟媽媽一起過 跟毀了我聖誕節的那個人一起過 這很不聖誕節 對啊 妳會跟另外一半想說 過聖誕節要吃個飯 我覺得就是其他過節 是滿有必要的 因為我個人是不能過生日 我只要一過生日 就會很隨 為什麼 我就是我的命中代不能過生日 就跟她命中代不能跨年一樣 我只要過生日就出事 這嚴重到會出車禍的那種 所以我就會其他節日 我就會覺得 可以要享受一下 或是一定要好好組織 好好過一下 於是我在每一個 這種節日之前 我都不敢跟男朋友分手 想說 至少要撐過 對啊 面子問題 對 面子問題 但是有一次就好 就好死不死 那一次就那個 那一次的議題 真的是太讓人 冷真的沒有辦法跟她過 她說要跟前女友去工作 那種 是不是生氣 對 我跟前女友是誰 哪一個 我跟前女友是誰 不是啦 沒有啦 不是 不是 之前某任男友 然後她就說什麼 要跟某一個前女友 她們那天有什麼 有一個工作的會議 我想說 有什麼好就是 離分手還是什麼 要一起工作的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真的太生氣 我就自己亂訂了一張機票 我也沒有想說 那個時候到底要去哪裡 因為那時候 剛好是聖誕節 但所有 那種有聖誕氛圍的國家 那個時候機票都很貴嘛 所以我就訂到了一個 那個 菲律賓 對 我跟你說 結果他們那邊的聖誕節 也很好玩耶 結果大家都穿得很少 然後還有沙灘活物 我就自己去啊 很像一個很熱的國家 過聖誕節的感覺 過聖誕節 旁邊有那個聖誕老人的 那個什麼雕像啊什麼 但你就在那邊活物 也是滿熱辣辣的 那是你嗎 對 那是我的時候 他很像在幫你辦事耶 對啊 驅魔的 聖誕節 然後你就傳這個影片 給你男朋友這樣子嗎 你看看我多快樂這樣子 你這樣有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的啊 大家都一直在跟你一起慶祝耶 很開心啊 有啦 是真的滿有趣的 因為沒有過過這種 熱帶國家的聖誕節啊 其實真的就是去那種 比較有氛圍的地方 過聖誕節應該滿開心耶 很有氣氛啊 大家跟你一起熱鬧嘛 冷冷熱鬧 但是其實現在台北啦 過年你也沒辦法 放煙火什麼的 對 它有設定一些地方 但是有時間性這樣子 可能比如說放到十點 就不能放 我是覺得過年以前的 氣氛比較好 對啦 當然 還是因為我們長大了 對 因為我們長大了 因為以前真的很期待 放完煙火然後吃完煙 然後跟表哥表姐去看電影 對 對啊 不然任何的節日 能夠跟家人在一起 聚在一起 這是最幸福的看電影 是啦 沒錯 但是今天是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啦 聖誕節快樂 好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收看我們的按讚留言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聖誕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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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們永遠選對邊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對邊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承讚 讓你總是被承擔 新型態互動式的綜藝節目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喔 攔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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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